帮助一切众生 破迷开悟 利苦得落 这也是我们的四页 这是顿轮尽奋 这四个字简单的说明 写写存诚 这句话 现代人懂得的人不懂 不但一般人很难懂 以前还有个老法师 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 看到这个四句 他跟我讲太深了 这个话我都不懂 一般人怎么能懂 可是这是印族在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那个时代 读中国古书的人很多 所以老法师写的这个四句 大家都能懂 现在人不读古书 什么叫闲邪 真的搞不清楚 邪是防止的意思 特别是我们要认真 欲防邪知邪迹 要欲防邪说邪行 要存真诚之心 除世代人皆无都要真诚 这一段事情说实在话 在古时候那个社会容易做到 古时候 帝王的时代 一般讲这个社会是保守的 是受到严格管制的 而现在民族自由开放 那就困难了 你想再过去 这些不正当的这些言论 文学 著作 都是列在禁止之列 为什么呢 扰乱社会人心 是被禁止的 今天在民族自由开放的社会里面 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政治正见有邪知邪见更多 完全要靠社会大众 用你自己的智慧去辨别 你去选择 没有人保护你了